在這一節我就讓原本的坐標走消失 而用我們這個字字的數線 我們一樣就是亂數在動的時候 這個AB箭頭也會出現 所以在這一節最主要就是Sequence這個指令 所以它前面有一個要我們做原本的揮製的指令 例如這個Secment就是畫一個線段 那接下來這三個參數 其實就是說這個指令裡面有一個變數K K會從這個值到這個值 例如我剛剛這個例子就從-5到5 總共畫出11個線段 我們先從 讓我們從上一節的結果繼續 先把這個坐標軸先把它藏起來 接下來我們來輸入 就是左邊的邊界L-means 這邊我們先輸入-5 接下來L-means等於-5 接著我們再畫一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我們就是從怎樣 從L-mean-0.5跟L-mean-0.5 剛好是這個整數點再往前半格 那Vector就是它會從這個指向後面這個終點 所以我們這裡輸入這個向量 所以這個向量出現了 那我們一樣也可以去更改這個的顏色跟粗細 接下來就要做整數點的標號的線段 那我們一樣要反覆利用這個Sequence指令 但是這個高度我們先用個變數H來控制 接下來我就是利用這個IN 來畫這個很多整數線段 所以我們先輸入H等於0.3 接著我們在輸入的時候 這邊就帶著H這個高度 調整H就可以看到長度的伸縮變化 那接著我們要把這個標號把它標進來 就是012345 那因為正數跟負數他們的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把正負分開標 所以LTP我們就把它標正數的部分 那一樣是Sequence 只是裡面我們用Text的指令 Text它會前面是放內容 後面放這個位置 這邊我讓它稍微偏移一些 讓它可以對應到這個數線的下面 所以在這裡我們一樣再把這個指令再輸入 所以這樣012345就完成 對於負數的部分也是類似 唯一的差別就是我的範圍 我現在從怎樣 從Lmin到-1 就從-5到-1 所以因此我們再把這邊再貼回來 所以我們的數線的標號就完成了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做一個這個 A連到B的這個向量 接下來我們用BET 來標這個B到A的這個向量 那這邊的話我們高度用3H 跟這個數線軸稍微遠離一些 就把這行指令執行 就可以看到這邊的相減的這個向量 所以這樣子我們重新出題 這個向量就會跟著改變 總結這節的重點 這節就是利用Sequence 來做這重複的操作 數學上很多東西都有規律 透過Sequence 就可以實現這種規律的圖形 所以我們來看